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试水的方式 现在呢在我眼前有三杯水 第一杯就是我们的普通一般过滤器过滤出来的水 第二杯呢这个就是RO水逆渗透水 第三杯呢就是我们的普通一般的水 今天呢第一个步骤我们是怎样子呢 就是用这个TDS测量台的Total Resolve Solid 就是水溶性固体 就是很简单的用 就是把它开了起来 之后呢再把它ON了 之后你再看一看开始就是零的 现在我们试的第一杯呢 就是我们的一般上普通过滤器过滤出来的水呢 就是这个 显示有多少就是五 中间这个我们的逆渗透水有多少呢 零就是说没有东西 那我们再试试看这个普通一般的水 是有多少呢 也是五 基本上在做完了这个TDS测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呢 就是说这两杯水是有水溶性固体在里面的 那这杯水呢是没有的 是完全纯净的 RO逆渗透水 一般上人通常只用肉眼再看下去 三杯都差不多是一样的 但是呢他们这么多年来都这样子喝了这个水 都没事情啊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进一步 再视觉化我们这个TDS测试的效果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如何视觉化呢 很简单 就是用这个电解 为什么用这个电解呢 基本上我们普通一般的水 如果真的是纯净 只有H2O的话呢 它是不会传电的 这样是没有反应的 为什么我们家里的水呢 会传电呢 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水溶性固体在里面 那所以现在我们简单就做出这个测试 用这个电解测试这个水的纯净度 所以我开始测的这个就是 一般过滤器过滤出来的水和逆渗透RO水 现在把它开启了起来 如果你看这个 它有灯着了 就是说它在走住了 那现在你再看这边 这个普通一般过滤器过滤出来的水呢 你看它开始已经有了反应了 它有这个泡泡 泡泡出来了 泡泡出来为什么有这个反应呢 就是因为它有水溶性固体 它传电 当它一传电就有这个效果反应出来 那你再看一看这个RO水 为什么RO水没有反应呢 就是因为RO水是很纯净 没有水溶性固体在里面 这样就不会传电 不会传电呢 这样就没有反应 那如果你看 这已经开始转色了 所以你再把它放久一点 会更加明显 接下来可能有些人说 为什么这边完全没有反应 会不会是因为有故障啊 或者是坏了 我们现在这个我把它稍微关一下 这个我把它拿出来 放着 现在我把这两杯水调换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的RO水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普通一般的水 我把它位置掉了 那现在做回同样的步骤 在这边再把它开了 那灯开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 右手边 这一边 这一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普通一般的水 开始有反应了 它有这个泡泡出来 为什么有这个泡泡出来呢 因为它过电啊 为什么过电 因为有水溶性固体在里面 所以它有反应了 所以现在两边都有反应了 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放久一点 比如两到三分钟的时间呢 它会更加更加的明显 那就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呢 我就拿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关于水的资讯 我们就是用这个 这本法令资料 很简单 第一面呢 你看这杯水 你看这杯水呢 跟这杯水一样吗 一样对不对 这是什么水呢 这就是生病水 病态水 什么是病态水呢 就是病态水里面就有着 基本上这四种元素在里面 这个就是重金属 再来就是化学药物 再来就是放射性物体 再来就有这个 我们所谓的溶解在水里面的药物 我们现在在两年前 我们大概有一万人全马 大马有一万人洗肾 大概在九个月前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消息说 大马目前已经有两万七千人 肾有问题了 现在呢 大概在三个月前 又有另外一个报道说 大马在2012年里面 就有增加了五十千 就是五万个病患肾者 这都需要洗肾的 所以你看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洗肾呢 其中一个元素 就是因为 原因呢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家里所用的过滤器 都还是这种类似的过滤器 这种是普通传统式的过滤器 就像我们的瓷器 淘气的那种 但是为什么逆渗透水这么好 因为我们只用这个科技 这个科技呢 就是来自美国的逆渗透科技 RO reverse osmosis 为什么它这么好呢 因为我们可以过滤到 0.0001个微米 就好比我们的头发再切个五百千次 OK 五十万次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科技还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科技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过滤到这么幼小呢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RO membrane 就是逆渗透网膜的这个科技 然后呢 我们有三种款式 有K100 K200 跟K300 差别在哪里呢 有冷水 有热水 有温水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逆渗透过滤系统呢 融获这个来自世界水质组织的 就是WQA Water Quality Association的S300系列的净土章 我们是全亚洲唯一一个 夺得这个S300系列奖项的这个产品 然后呢 再来我们有全世界呢 顶尖一巴仙 Frost and Sorrowland的奖项的服务团队 是全东南亚最庞大的服务团队 来服务我们的这台水机 再来呢 我们已经几乎垄断了 全马WQA的水质专家 都在我们的旗下 然后目前我们的用户呢 已经有超过两百万人了 所以这个系统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科技 分享了这个过后 我们就看回我们的这个水 你看 就在短短的两三分钟里面 就看到这么明显的这个差别 你看我把它拿出来 你看看这两杯水 上面是不是有一层东西了 现在我把它捡起来 给你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 把它拿了起来 给你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 这些就是我们的水溶性固体了 在这边触摸一下 感觉一下在你的手指 是怎样子的感觉 再把它嗅一嗅 是不是很香啊 等下你自己去 可以去试一下 对不对 现在我们再看回我们的手指 现在刚才我所碰到的东西 它已经完全渗透回去 我们的皮肤里面了 渗透回去了 所以你再看看 各位朋友 这个是我们成人的皮肤 如果给小孩子或者是给婴孩 它更加快 然后一样东西你要考虑的 就是说各位朋友 一杯水我们就拿到这么多 你一天喝了几杯 你一个月喝了几杯 你一年里面喝了几杯 然后你喝了几十年 就是这个水 各位朋友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现在你看看 这个水你还要不要喝啊 你自己考虑 然后我就是选择这个 逆渗透RO水 嗨 可是本来 咱们 μ相信 咱们 蹈